我个人认为现在很难做到统一 但是整个官场 我们就讲的整个政坛 基本上是处于一种 关不聊生的这么一种状态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你防恐不利 它随时随地可以拿掉你的乌纱帽 但是经济出了增长乏力 或者是经济出了问题 老百姓的就业出了问题 到目前为止 没有因为经济出问题 而拿掉乌纱帽的 刚才你讲到了 就是内蒙的主席这番话 前面我们也看到 老百姓就因为起初的时候防恐不利 一下子抖掉了一大批的乌纱帽 所以说每一个官员 实际上都是战战兢兢 如女薄冰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那就是可能是不是过度防御的问题 不是层层加码的问题 那可能就是在理解这个中央的声音的时候 或者部署的时候 那就会不断地来叠加一些地方的统政策 我们看到很多荒腔走板的政策出台 这是与现在动不动就拿掉乌纱帽来相威胁的话 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地方就领肯牺牲经济 也不会轻易地来对这个防御措施来松懈 所以说导致现在出现许许多多 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